对了,那现在职缺一堆了,我看那个104里面 应该职缺里面需求技能最多的好像就AutoCave 我看好像比其他的技能要求更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走工作应该都会有直接的关系 再来上课用书部分 因为之前我是用另外一本 不过我觉得那一本 太厚了 而且用到的机会好像很少 每次同学都说,老师要不要带这本,要不要带书来 那后来我就想说,那找一本可能比那本稍微更完整一些些 所以我大概基本上会以这本当成上课用书好了 那尽量各位,如果有的话就尽量能够有这个书 那如果实在是没有书 至少你跟同学拿来看,怎么怎么反正你手边有个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OK,大概是这一本,那这一本的话基本上它里面内容,这本书 比较旧一点点啦,不过基本上该有的大概都有 这本书的书名叫AutoCave的实战演练 然后Dash叫做3D立体制图 3D立体制图 那出版作者叫做E-Learning DJ 很奇怪的一个作者名称E-Learning DJ 然后芝成,芝成这家的电脑书也比较少一些些,不算是热门的 那出来的时间有点久了,有点久了,不过基本上内容我看过其实是还OK的,该有的都有 那再来的话,定价550,其实电脑书都不算便宜 那他这个我是从那个什么,就是伯克莱里面,他摘入下来是说优惠价是9折了 不过这部分,看看如果有选到搬带,反正你们自己再去找找看 如果他单,可以再更低的折扣,那你们就自己再去购买或怎么样 反正这个部分,自己再找一下,就这一本书,书名就是这样 那OK,那如果来不及记,反正就有网友同意的照相,你把它照一下,OK 这本书,那他章节大概是这一些,有14个章节 主要就是前面讲一些基础的一些重要的指令 反正就是我们会需要的到编辑实体造型啊 里面包含几粗移动面等等的,然后在视觉管理 最后的话呢,第8章到第14章,基本上就是去实际实作啦 实作像什么呢,法兰盘啦,踏架啦,轴承啦,插户等等的 反正就是实作,那基本上我会比较强调就是一定要画东西 我会给各位很多sample,然后去画 那这些sample有一些如果书里也没有的,我会提供给各位用讲义的方式 然后也是图嘛,反正就是看到这个图,请你把它画出来,就是这样 这跟上个学期或者前几个学期都一样,我就给你们图,看到对不对 把它画出来,基本上就是怎么去,第一个了解图怎么画 第二个实际上去画,我会先解说一下哦,那你们思考一下 那以后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那将来慢慢的你可以进一步的身边所有东西啦,反正你看得到的 拿出来,请你把它画出来,可不可能,可能啊,非常简单啊,其实就是我们的目标啦 那其实你说CAD3D在学什么,就是以后你看到什么就可以画出什么 就是这样啊,你尺寸先自己先把它量出来嘛,高多少,宽多少,厚度多少 然后要加什么,加多少,几公分,你就先有个尺寸嘛,对不对,然后呢,再实际上来画 OK,大概是这样子哦,那你就可以自己产生我们需要的一些零件了,OK 那上之前的,我是用这一本了,不过这一本你第一个定价650其实还有点贵,而且好厚一本 那这本那你也可以参考了,之前有同学有先问过我说是要哪一本 那我是有大概讲了一下,其实上个学期是这一本了,不过后来我看一下我发现 这一本哦 我们要的部分其实有点少 然后里面内容解说其实还很松散 太松散了,甚至我觉得他里面有些解说,还不如CAD里面本身他已经有说明了 那你就看那个CAD里面的说明就好了 你买这本书,反而不如那个说明,那不是,他的优点是说,他里面有一些图 那些图可以拿来练习